大型都市励志情感剧《亮丽主播》 日前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 当天导演高海博 协主演贾乃亮 霍思燕 马小灿等一众主创 是集体亮相红线场 为该剧开机站台助阵 由于几位主演都是各大院校的高材生 对于主播这个词汇并不陌生 尤其是对于电影学院毕业的贾乃亮来说 那绕口令更是要每天练习 不过贾乃亮居然能这样说绕口令 也的确让人大别眼镜 北部泡兵 北边跑 泡兵怕拔 飙兵怕拔 飙兵怕拔 泡兵怕 好 身前有只猴 身下有只猴 猴女猴 猴斗猴 猴斗猴 猴斗不了猴 此次在剧中 贾乃亮与霍思燕扮演的白富眉有不少感情戏 甚至还有不少亲密镜头 而在现实生活中霍思燕与李小璐又是非常好的闺蜜 那万一那天李小璐来探班 看到贾乃亮和霍思燕的激情戏 这可怎么办呀 我把那个什么亲嘴的戏就留给他 他是我一号替身 然后杜江是二号 看你选一个 谁都行 都好哥们的是不是 太熟了 哥们那也是思燕比较汉子了 没有 思燕就是性格也很好 然后这我们也经常两家在一起出去玩 虽然嘴上说彼此都很熟悉 拍亲密戏不会尴尬 但在现场 贾乃亮还是不小心 说出了怕回家 贵搓一板 这着实容易让人联想到 贾乃亮是一个气管炎 哎呀不行我今天受不了了 我绝对不吃气管炎 你为什么说甜心把那个 推板给你准备好 甜心是就是我跟妈妈开玩笑 甜心总是向着他妈妈 向着妈妈嘛 对呀有的时候 我跟妈妈一起想好吃的甜心 不要嘛 是妈妈的 你不要吃嘛 就这样 不要吃嘛 然后就每次都这样 所以在家里地位是最低 那肯定的地位一定是最低的